歡迎收看今日加州 首先來看今天新聞有哪些主要內容 影響力太大 馬斯克發推文談加密貨幣遭抗議 旱情導致10萬損失 南加州農場主表示不指望加州政府 疫情先愛新 洛杉磯團體贈送印度2000台製氧機 阻斷中共滲透佛州華裔支持州長新法案 首先我們來看到 近期特斯拉的首席執行官馬斯克 發出多條關於比特幣的帖子 被民眾認為它的影響力正在破壞加密貨幣市場 上週日6月6日 在特斯拉總部前有民眾抗議 要求馬斯克停止操控市場 上週日 一個名為Stop Elon 的組織 在北加州的特斯拉工廠附近 舉行了首次抗議活動 而該組織於三週前 創建了屬於自己的數字貨幣 一名的組織說 他們沒有任何關於伊朗穆斯克 實際上他們認為他的想法是新鮮的 看看他們的車子的選擇 一個模特兒 你可以說他們是特斯拉的愛人 漢密爾頓表示 該組織目前在國際上擁有超過2萬名硬幣持有者 他們希望擁有3分之2的投票權 來反對特斯拉股票 特斯拉於2月購買了15億美元的比特幣 便在3月中宣布正式開放比特幣買車 在5月12日的推文中 馬斯克卻禁止繼續使用比特幣買車 他在推文中表示擔憂 維護和生成比特幣會對環境造成影響 從接受比特幣付款到結束僅49天 比特幣的價值在此推文之後下跌了7%以上 科技投資者哈勃表示 馬斯克對加密貨幣有著巨大的影響力 他還認為說 中國是加密貨幣的關鍵參與者 而且可能正試圖破壞全球經濟的穩定 根據劍橋大學的數據 截止2020年4月 中國佔比特幣挖礦的65% 新唐記者林前章 加州非利盟採訪報導 從事農業十多年的華裔農場主劉英權 受今年旱情影響損失了數十萬美元 他表示 今年的農場收入減半 但所有損失只能自己承擔 州府沒有意願也不會提供援助 來看報導 從事農場種植業十多年的華裔農場主劉英權 對今年加州的漢情表示擔憂 他談到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 加州就呈現出乾漢的趨勢 此後 漢情就變得越來越嚴重 位於聖地亞哥的牛油果農場 今年受漢情影響特別大 劉先生遺憾地談到 為維持農場運作 只能將十多年的果樹全部砍掉 事實上 美國肯物局地區總監柯南特曾表示 2021年將會使加州自1977年以來最乾旱的一年 當局根本沒有足夠的水 提供給供水服務承包商 甚至無法為三角洲南部和北部的農民供水 劉先生表示 疫情之後漢情接種而至 農民的負擔都非常重 另外 劉先生對明年的收成也非常不樂觀 他指出 雖然目前加州開始逐步開放經濟 但由於政府持續發放補助 依然面臨找人難的問題 新唐人記者李佳音 洛杉磯采訪報導 再來關注 印度飽受中共病毒的危害 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倍增 目前 大洛杉磯台灣會館等民間團體 先愛心 為印度捐贈了2000臺氧氣製造機 來了解 6月7日 大洛杉磯台灣會館召開線上記者會 為幫助印度順利度過疫情 他們共募得善款11,620美元 目前 將善款交給帕薩迪納印度教寺廟社團成員 計劃為印度勾置2000臺氧氣製造機 我們希望 為印度提供一些高度的高度 在印度醫療資源與氧氣製造機不足的危機之時 導致重症患者無法得到醫救而失去生命 台灣社團成員表示 他們能在這個關鍵時刻伸出援手 表示非常欣慰 目前 他們已將氧氣製造機運送至印度圓桌會議 組織協助給需要的民眾 新唐人記者楊洋 洛杉磯采訪報導 再來看到 週一 在美國佛州簽署阻止中共滲透法案的現場 出席儀式的台灣社區代表表示 譴責中共不僅滲透美國 更是對全球造成威脅 週一 佛州台灣社區代表參加了法案簽署儀式 並揭露中共對美國乃至全球的滲透 南佛州公共事務協會前主席馬德林伍指出 中共滲透 甚至控制了美國的媒體等領域 南佛州公共事務協會前主席馬德林伍指出 台灣商會主席感謝佛州通過該法案 保障公民競爭環境 另外 佛州眾議院議長當天表示 佛州是第一個立法對抗中共滲透的州 新唐人記者 畢心慈 江迪亞 綜合報導 歡迎回來 上週五 加州自由雕塑公園聚集了300多人 他們共同悼念六四天安門事件32周年 而反觀香港當局今年停止悼念 資深媒體人承祥表示 海外民眾會繼續堅持 傳遞真相 今年的六四悼念活動在海外遍地開花 上週五 加州自由雕塑公園聚集超過300名 來自全美各地的民眾和民運人士 為六四天安門事件32周年舉行悼念活動 儘管港府已連續兩年禁止民眾在維園舉行燭光夜道 仍有大批市民於香港當地時間6月4日晚 走上街頭 舉起燭光或以手機燈光悼念 讓全港都變成了維園 即便你在強權的控制下 壓迫港人自由表達的權利 但是人性是壓不倒的 香港很多年輕人還照樣跑出來 就恰恰證明香港有正常人的人性 這種人性還沒有泯滅 這個人性是全權壓不下去的 資深香港媒體人陳祥認為 現在香港已全面大陸化 不少新聞媒體受到打壓 但港人會用創意方式紀念六四 例如以素食或玩具車等重現六四坦克人照片 在社交媒體上分享引起注意 香港人是用各種各樣的技巧來表達他們的不滿 吃飯的時候 吃早餐的時候 就用這種行為藝術表達他們的不滿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覺得香港的媒體人也能夠有他們的創意 通過不同的辦法來表達我們的看法 談到每年悼念六四的意義 陳祥引用了前捷克流亡作家米蘭·昆德拉的話 人類與強權的鬥爭就是遺忘與記憶的鬥爭 強權都希望我們遺忘掉他們的罪行 那麼我們老百姓手無寸鐵 怎麼樣跟他鬥爭呢 就是我們要把這種歷史的記憶承傳下去 他表示強權最怕人民了解其本質和歷史真相 所以無論過了多久都要紀念六四 世世代代將記憶傳承 讓中共無法抹滅它的罪行 新唐人記者王滋毅 加州聖貝納迪諾縣採訪報導 感謝您收看 今日加州 再會 再見